一部黄色公车停在曹化线内不动如山 问奖离开座位不知去向 约摸一分半后终于现身车门边 开门回到驾驶座 发动引擎右转驶离 公车围停曹化线这一幕民众看不下去 它就是会这样子停在路中间 这个位置大家在经过蛮容易出车祸的 因为它就会挡到视线嘛 现场在台中市南区中明南路跟公学北路口 方格曹化线内满地成年游字 周边住户反应 公车围停并非偶发事件 一天内会上演好几回 前一台公车前脚刚走 几十分钟后又有一台来停了 公车问奖坦诚为规 但无奈表示发车待命的空档 邻近没有地方停大车 加上仍有三级 只好就近暂停曹化线 一来减内急再来图方便 却常常被停发 你检举检举本来扣不上公司的钱 我是短假在公车司机上那样 你违规你是事实啊 切无贪图意识方面在潮化线上停车 该违规行为警方将处新台币 600到1200罚款 经查本来为全廊客运65路 已要求该公司立即潜导 驾驶员的行车教育训练 台湘市交通局已责令业者改善 毕竟公车违停 目标太显著 违规被罚事小 万一酿成交通伤亡事故 违停的问奖 还有相关行则 明日新闻超级林子祥 李柏锦台中报道